哇 可惟拉有點重耶 連分件拿起來都很有分量感 背部的肌肉啊 旁邊有一些微微的戰損刻畫 都有做出來啦 這個悟空完全是高出我的預期 它整體的圓形啊 一些角度啊 都有把它做出來 自然的光影打下來 就會有一些好像是陰影的感覺 對戰組的CA就是這樣子 把我們腦海中的那個畫面 實體化 吼吼 歡迎來看 KD叔叔公在開箱 今天要來跟大家開箱的是 最新的萬代千萬豬預購基金品 Matchmakers 對戰組合系列 超級賽亞人疏空 vs 可惟拉 對戰組合系列 算是千萬豬預購基金品裡面 主打還原對戰的這個狀態 通常要收就是收一整組啦 KD叔叔知道我的觀眾們 有一些是喜歡收藏景品的 那為了能夠服務大家 也感謝這一次 提供這兩隻 贊助給KD叔叔開箱的結構 他繼上一次贊助KD叔叔開天使悟空那一套 他從日本扛回來 這次他去日本玩 也帶了這兩隻回來 要給KD叔叔開箱 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們廢話不多說 馬上就來開箱吧 Let's Go Wu 悟空分件非常多 上半身 下半身 頭雕 支架製作 哇 可惟拉有點重耶 尾巴 下半身 上半身跟頭雕是一起的 支架製作 好 拆一拆 組起來 來 悟空的部分 上下半身 先裝起來 五點緊 緊才好 是在講這麼小啦 頭雕裝回去 最後這個支架 我們就從它的腳層給它堵下去 然後 插到這個醜醜的黑色的底座上 煮起來 就這樣子 繼續煮下一支 嗯 這克維拉真的是相當的巨大 連分件拿起來都很有分量感 上下半身 我們先把它租起來吧 哇塞 尾巴 超級緊的 從它的大腿把它堵下去 往這個醜醜的黑色地台給它插進去 哇塞 喔 克維拉真的是蠻大支的 有有有 有大有大 克維拉真的是挺大支的耶 不得不說 Matchmakers 對戰組合系列 這樣子 整組擺起來 這個還原的樣子 觀賞性 可玩性 是真的還不錯 那我們再把它對掉 換一個視角 這邊悟空 對上克維拉 要接招的感覺 還是對撥的感覺 這兩支這樣擺起來 真的是不錯 成為這個公仔開箱頻道 我們還是要來看一下這個細節的做工啦 這一支悟空喔 欸 面部的神情 我覺得其實是蠻讚的耶 他口腔內部的那個舌頭啊 喔 都很還原耶 這部分很細膩喔 而且你們看他的鼻子 就算是這麼的細小 但是這個鼻子的挺拔程度 那個感覺很讚耶 包含他這個眼神的銳利度啊 那個瞳孔的上色啊 K素個人都覺得相當之好啊 當然啦 大家都知道這個萬代的氣溶珠預購景品 已經沒有在做塗裝了啦 這我就不多說了 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都已經接受這個事實了 但他的刻畫是有的啦 這掌線紋路做得相當之棒啦 真的非常的細膩 背部 欸 我本來以為背部會偷懶耶 背部的肌肉啊 然後旁邊有一些微微的暫筍刻畫 都有做出來啦 五道符 整個破損感 都做得相當的好 相當的到位 而且呢 你看這個膝蓋破一下 然後裡面的刻畫 都有做出來喔 如果他這個褲子有暫筍 結果裡面的皮膚是光溜溜的 沒有暫筍 等等就不對了 這個有做出來 不錯 如果會塗裝的自己補一下 應該會不錯 鞋子也都有一些細節的刻畫 哎呦 不錯耶 真的是不錯 真的是不錯 喔 我發現他連這個護腕啦 這個暫筍感 都有做出來 這個悟空 完全是高出我的預期耶 克維拉的部分 哇 這克維拉真的是蠻大隻的 很帥 白色的部分 因為有光影 有一種 他好像有塗裝的錯覺 但事實上 K5剛剛已經確認過了 他就是全白了 他沒有塗裝 但這就是他厲害的地方啦 他整體的圓形啊 一些角度啊 都有把它做出來 導致你自然的光影打下來 就會有一些好像是陰影的感覺 但是細節的刻畫其實是相當的不錯 可以留住個人覺得這一支的刻畫 好像又比悟空又更多一點點 喔 這個金屬器的感覺相當的不錯 不管是頭啊 手啊 腳啊 欸 這個金屬器的感覺是相當的不錯 紫色的部分 這個皮膚 我覺得這個皮膚就有點太大畫質啦 如果他刻畫可以再多一點就更好 肌肉的線條這個蠻深的沒有問題 但就是我會希望他皮膚刻畫可以再多一點點 他都只刻在這個白色的部分 這樣有點可惜 而且收長也都有做出細膩的紋路啊 這個都蠻不錯的 哎呀 這個可惜了 這個尾巴這一條 這個分膜線有點太清楚 不過這應該也是沒辦法啦 幸好他是做在這個 皺褶很多的地方 所以可以淡化這個 看起來不是那麼自然的感覺 哇 這個尾巴很尖 要小心 不要把它折壞了 這一支克維拉真的是做得蠻細膩的 他連這個手部啊 還有這個很像鎧甲的地方啊 這個細節刻畫都有做出來 看這個尖尖的很像牛角的這個 他都有一些細膩的刻畫 欸欸欸 這做得蠻不錯的 哇 連腳都是啊 腳趾頭的刻畫都有做出來啦 欸 不錯 不錯 欸 我先注意 1 太多了 我先準備好嗎 你不是故意的嗎 也可以 這是一位 這是一位 你不是故意的嗎 是一位 你不是故意的嗎 是一位 你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的 是個平的 傾 滿作ата 並沒有 我去 耶 以上這一組 Matchmakers 對戰組合系列 超級賽亞人孫空 V.A.S. 克維拉啦 其實對戰組合系列就是這樣子 它算是還原了這個經典的對戰畫面 來增添收藏家們在收藏的時候 那種臨場感 勾起回憶的感覺 把我們腦海中的那個畫面 欸 實體化 這算是對戰組合 Matchmakers 系列 它們最主要的賣點啦 撇開這樣子兩個組合收藏的感覺以外 之前克維拉有出過一支一番賞 那一支很貴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一支公仔兩千塊花不下去 但是你又想要收一支克維拉的話 KSU覺得這一支這樣子四百塊左右 這樣子的景品是可以收的喔 它原型非常的還原 而且份量滿足的 喔 這個滿大的呢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 喔 這樣子滿大的啦 不曉得大家對這兩支有什麼看法呢 都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來討論喔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別忘了按讚訂閱 然後分享給上面說 希望青龍珠的朋友們讓我們照一個專門這支青龍珠光蘭的相關影片的頻道 叫做KT叔光蘭開銷 謝謝 謝謝 那也歡迎大家加入KT叔的頻道會員來支持KT叔 贊助KT叔 繼續製作更多青龍珠光蘭相關的影片啦 或者你可以使用影片下方的超級感謝各位人 給KT叔一次性的贊助 KT叔都會超級感謝你的 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囉 我們就下次開箱見囉 掰掰 我們請按一下 我們請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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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